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台湾在高度关注的是 在日本虽然又有个7.6级的地震 而且现在出现了一个5公尺的海啸 对没错我们看到这个组 这个组在是目前的这个日本周边 以日本海周边来说 几乎都发布了所谓海啸的这个警报 那尤其是因为今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 在这个石川县这个附近外海这个地方 它发生这个规模是7.6 然后这个震度是7的一个大地震 你看这个震度非常强 那震度非常强之后 除了当地人是感受到震度之外 现在整个周边你看已经有5公尺的海浪 来到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地位 5公尺到达 然后蓝色这个红色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是3公尺 然后这个黄色的部分来说 约莫是1公尺到2公尺左右 现在整个日本海周边 都在小心所谓的海啸警报了一个情形 那么这个下午的这个海啸 你看下午的这个地震的时候 真的非常大 你看这个 这是它的河川 这边摇晃 河川震荡成这个样子 因为在摇晃的过程 你看整个河川都是这样摇摇晃晃的一个状况 那不只是这个整个河川摇摇晃晃 我们看你看这很多 这是一个在铁路旁边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铁路的这个看板 那些所谓你要标示这个所谓标志符号 它们摇来摇去 甚至后来还部分发生了停电 你看到这摇晃的这个程度 你就知道感受到 那个当下 到底是有多惊恐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看到 这画面 这边的图 地都裂了 对 这是在这个 他们这个正央附近 这个地方 完全地都裂了一个清醒 那除了 除了在这个石川县之外 包括说在周边的新系 还有这个富山县 都受到相当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目前为止 整个日本 都陷入一个非常惊恐的这个画面 甚至 在这个正央中心的这个地方 发生了这个大火 可能在这个船船 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地方 可能出现瓦斯爆炸这样 所以有大火的这个情形发生 那目前为止 当然我们不希望 有任何人伤亡的一个情形 你看 金泽车站在摇摇晃晃 然后石川县的这个地震之后 这个所谓整个车 整个这个河流 变成洗衣机的这个状况 甚至包括说像 这个整个camera在摇晃 那甚至还有包括说 像这个金泽的这个马路来说 这个整个完全都被压破了 这个情形 目前为止相当相当之严重 这是在伦岛市 伦岛市就是我们讲到 镇央附近的伦岛市这边 都发生到非常大 有这个道路断裂 然后大火发生了这个情形 那第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讲 这个是复合式灾难 我们就很担心 之前三一地震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强烈地震 强烈地震 当时有很多这个房屋 也是这个烧起来 然后之后海啸就来 这是日本的 这个所谓北陆这一带 就有点类似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刚才讲 先地震 地震完之后 有些地方就着火 着火之后 现在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你看海啸来了 这是在石川的这个 石川地震之后 周珠海啸就已经 周珠这个地方 海啸已经抵达 这个地方约末 大概是有三公尺到五公尺 左右的这个状况 那包括说这样 在富山是另外一个地方 他这是在桥哦 桥来旁边来说 你看这个海浪已经 海啸已经抵达到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形 这是在信息 信息这个地方来说 打到这个 你看这是路上 那这个整个水平 就是淹过来的这个情形 让这个整个民众 都相当惊恐 怎么会有发生 这么大的这个地震 而且现在可怕 这种复合式灾难 是有一个火山 就来喷发了 这个火山喷发 跟这个地震有关系吗 而且我们讲 事实上日本目前 面临到所谓的很多灾难 新的一年来说 整个对日本来说 真的不平静 我们刚才讲 在北路这个地方 发生这个地震 但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在南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说 在这个路河岛 南方一个岛 那这个地方发生了 这个火山喷发 它这个火山喷 叫浴火山的喷发 喷出来之后 它目前为止 大概有1600公尺的 这个火山 会这样往上喷 喷发的这个情形 那当然这两边来说 距离相当远 那人家就说这有什么关系吗